当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说 我这一辈子 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 要粘着你 你这话一说出来 在男人 我这一辈子 我这句话 我这一辈子 表达自己的情感 但是在一些关键的日子 在一些关键的时候 察觉到她内心的低落 其实哄起来还是蛮好哄 你说呢 所以还是那句话 爱需要练习 一起练习 好吧 就这样 就按老师们说的去调整和改变吧 你学会欣赏和享受 它纠缠你的方式 纠缠那个词我们打引号 女生学习一下 所谓矜持和小技巧 掉一掉她的胃口 再一地下试一试 未尝不可 不是还没毕业吗 能不能把这段时间 作为一个你们自己情感的调整期 其实如果愿意还是可以 但是不要勉强 坦诚才不伤害 不坦诚 过去之后 才会变成最大的伤害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来这之前 没有很多的顾虑到你的感受 然后很多的你的想法 也是可能刚刚知道 反正我希望以后的话 我会写掉好工作 还有对你的这些时间 或者经历的一个关系 我总希望 还是像以前一样 就是答应你的事 我一定会做到 你的诺言 不想再去失信了 然后更多的去换一思考 去为你考虑一下 我觉得这一年以来 我被迫接受了很多东西 被迫成长了很多 就看别人都是 怎么样怎么样 自己就是要自己一个人 面对很多事情 就有时候对我们的感情 我真是 不是说有太大的确定 我是想 好好沉下心来想一想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谢谢两位的分享 请回 谢谢你们 两年恋爱 其中有一年是异地 异地看来真的挺考验的 来 请关门 来吧 让我们看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来 掌声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来 我们见证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之前 原来你来回跑 也挺对不起你的 后来想一想 其实有些时候是我太自私 我觉得我还不够成熟 这些东西工作和感情 更要学会去怎么协调 以后我会努力的 我还是挺熟得你的 觉得是有时候自己挺想着自己的感受 忽略你的感受 可是我有时候也挺委屈的 就是有时候我也想做得挺好的 会好好工作 会养你 在爱我等着你